老布什为何在海湾战争中翻过了萨达姆? 原来原因在这里,对于萨达姆,很多人骂他愚蠢,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贸然发动两一战争,陷入矿日之久的战争,战争久脱不下陷入泥潭,耗费了伊拉克大量的物力财力。 第二,贸然发动海湾战争,对美国入侵决心准备不足,一败涂地。 第三,如果萨达姆不这么愚蠢地冒乱出击的话,伊拉克很有可能会成为中东霸主,而美国入侵之后,伊拉克连中东二流国家都算不上。 这一切都是萨达姆的愚蠢决策,以上三点基本是世人对萨达姆的指责。 其实,说实话,攻打科威特的海湾战争,是萨达姆不得以而为之,而且萨达姆对海湾战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包括美国干涉入侵伊拉克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不过萨达姆遭遇了黑天鹅事件,他准备的一切都毫无用处。 本来,萨达姆发动海湾战争进攻科威特,做好了充分的打算。 第一,两一战争已经把伊拉克打成了赤品,不开战争伊拉克,根本就不能继续运转。 第二,科威特军事实力雷弱,伊拉克胜算在握,这里边唯一的不稳定因素就是美国会不会干涉。 其实,萨达姆已经做好了预案,美国一旦干涉,萨达姆就可以打游击战,利用中东地区的纵深河沙漠,把美国拖入战争里谈。 萨达姆知道美国好不仅旷日持久的战争,萨达姆充分研究了越南战争,萨达姆想来一次越南战争的反版,可以说,这一切萨达姆研究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只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萨达姆准备的这一切都是以二战的军事理论和战备状况准备的,而台湾战争时期的美国的武器早就升级化呆了。 从1991年1月15日凌晨3点45分开始,由美国、英国、沙特和意大利等国组成的部队,出动轰炸机对科威特境内的萨达姆军队, 甚至伊拉克境内目标,可以说是展开了狂轰乱闸,在连续42天时间里,联军2000架飞机,以每分钟投一枚炸弹的频率。 疯狂轰炸萨达姆的部队和其他目标,面对如此密集的轰炸,萨达姆几乎没有反击能力,因为反击力量还没来的极力上就已经被摧毁了。 海湾战争从一开始,就是碾压式的痛击。 不知道萨达姆是先有没有想过美国人会这么狠呢? 如果他预料到了,是不是会放弃占领科威特呢? 如此狂轰烂炸一个多月之后,地面战终于打响了。 这时,伊拉克前线部队已经势气低落,人员锐减,几乎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 从地面战役开始,美国盟军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不是萨达姆军队的反击,而是如何处理无数想要投降的伊拉克人。 到了1991年2月28日,在地面战开始100小时后,美国人就已经开始庆祝战争胜利了。 这场世界战争史上不成比例的对决,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萨达姆为了抵御联合国军,几乎调动了整个军事力量。 当时伊拉克有些17个师,共计120万人的庞大军队,除了地方守备外,能够调动的军队大概在86万左右。 而再在科威特、萨达姆按照苏联的模式,构筑铁壁铜墙,布置了三道防线,聚集了42个师,4000多辆坦克,近3000门火炮,2800辆装甲车, 共计近60万军队,可谓是非常牢固的防线,被称为萨达姆防线,严阵一带联合国军。 但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利用萨达姆空军弱效的特点,使用强大的空军,夺得支空权,对萨达姆的防线和伊拉克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倒轰炸,使得萨达姆的指挥系统,雷达系统被摧毁,军队成为笼子和瞎子, 而三道防线却快速崩溃,之后在2月24日,联合国军66万人发动地面作战,到2月28日结束,共计四天,最后彻底摧毁萨达姆防线,使得萨达姆损失15万人。 光是俘虏就招了17万多,在科威特的近60万人,总是殆尽,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萨达姆的大部分的装备几乎全部损失。 在海湾战争后,萨达姆能够使用的军队,仅仅剩下30多万,而可用的装备还剩下2500辆坦克,1500门大炮,各式导弹估计还有900枚,这已经是全部的军事力量了。 而当时伊拉克国内也被炸得几乎成废墟,可以说萨达姆此战之后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世界第三的雄风了,而美国却不依不饶,战后,最几乎被打残的伊拉克,实施经济封锁,长达十多年,使得萨达姆更是雪上加霜。 为何伊拉克战争时期,那么不堪一击?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伏笔了,简单说就是,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放了萨达姆一马,没有乘胜追击推翻萨达姆政权,老布什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打发善心吗? 根据时任美国驻沙特大使,著名外交官傅利明回忆,连军之所以单方面停下,一方面是因为萨达姆军队确实已经被打垮了,科威特也解放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白宫方面认为,一百小时的战斗,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号,非常吸引人。 这对1992年大事非常有帮助,是想一下,在老布什领导下,只一用一百小时就搞定了萨达姆,太英明神武了吧,老布什和小布什都曾担任美国总统,不得不说,小布什比其他的老子差远了,老布什吸取了很多国家的战争经验,其中距离最近的就是苏联。 1979年,苏联出动了十万大军进攻阿富汗,苏联军队轻而易举的,就退版了阿民政权,但是阿富汗遍地都是部落,让苏联十分头疼,整整十年的阿富汗战争,让苏联方面损失巨大。 而伊拉克的国情和阿富汗基本一致,也是到处都是部落,推翻萨达姆政权很容易,美军继续,前进就可以了。 但是再想找一个合格的代理人就难了,从这个角度来说,留着萨达姆更没有力,只可惜这套战略的精髓小布什没有融会贯通。 13年之后,美国一口气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但是在此之后,真的出现了部落到处都是情况,由此可见,老布什确实届高一筹。 除此之外,老布什还必须考虑,美军会不会深陷战争泥潭的问题,毕竟但是美国自身不想进行长期的战争,这不符合美国的国家战略。 在两一战争的中期,伊朗军队攻入了伊拉克本土,伊拉克军队全力抵抗,几乎拖死了伊朗军队。 美国也怕这样的局面出现,对于美国来说,根本没有进攻伊拉克本土的必要。 即便是美国有这个意思,美国的欧洲盟友们,也不会继续跟踪美国干。 各国联合打击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是为了保住石油运输线和石油安全,这对西方各国来说至关重要。 但如果美国要进攻伊拉克本土的话,那这场战争的意义可就变了,西方各国也都是不见兔子不撒婴的主,他们不会跟着美国,做不符合本国利益的事情。 美国之所以要那么快结束战争,还是为了对付苏联,在东欧巴国倒下之后,美国必须想尽办法折腾苏联,与苏联相比,伊拉克的地位就轻得多了。 因此在重创了伊拉克军队之后,美国军队也选择了撤离。 对于伊拉克来说,他最大的任务就是禁,会恢复元气。 经过5、6年的发展,伊拉克军队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2000年1月1日,萨达姆举行了一次世纪大阅兵,他用实力向美国证明自己的成就。 当每一个阅兵方队通过检阅开始,萨达姆就会向天放一枪。 他高傲的现世人展示伊拉克已经从战争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不过萨达姆做梦也想不到,只是他自己最后一次阅兵。 然而,虽然一场漂亮的对外战争,也许确实给老布什加分了,但当年他的竞争对手克林顿大打经济牌,结果还是阻止了老布什连任,把他拉下马,老布什心里从此耿耿于怀。 这也为他的儿子小布什,但总统后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埋下了伏笔。